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他叫他的书童 就将这首诗 杜茜 拿过去给 佛文禅书看 佛文禅书一看 棘手天外天 豪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 文座主经年 他把他批 批两个字 放屁 结果那个书童一拿回去 一拿回去 书童一看到 就花好了 杜茜过来要找佛文禅书 佛文禅书 童丑银茅 神士无畏 孙有戏爱 早就压到了 他谁有个字 在禅王的外面 鱼屁打过江 结果他找他的时候 找那些小沙咪说 禅书在哪里 他说禅书在禅王里面 去看他 结果他到禅王 去看他谁有个字 鱼屁打过江 我不是扒风吹不动吗 不是扒风吹不动吗 所以很多人 他说他道理都懂 懂有什么用 懂有什么用 要做得到 懂有什么用 对不对 道理听了 鼻气还是那么坏 因还是照抽 酒还是照喝 还是赌博 那有听比没有听 不是一样吗 所以不是听 不是会谁输就有用 我们是要来修炼 要做得到 学习传统文章 就要把这些改掉 对不对 给我们家庭更加和谐 更加和谐 有一个男生 都会打老婆 喝酒 抽烟 结果来听了偶尔克之后 回去 酒没喝 烟没抽 烟他那当天 就丢在垃圾桶里面了 还到厨房去帮忙剪菜 他老婆感觉怪怪的 感觉怪怪的 结果来找我 说我先生来听你的课之后 你是用什么湖水给他喝 回去都不一样 我说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 现在都不会骂我们了 我说没有 不会骂你们 是不是不习惯 他说 这有点不习惯 你知道吗 也不抽 也不喝酒了 我说 因他当天都丢了 回去呢 回去现在 我连 讲他骂他 他都不回声音了 我说 是不是你感觉很恐怖 感觉不习惯 他说 说真的 我真的有点不习惯 我说你这人真的是有点骨头 骨头上面加一个字 加什么字 我没有讲字 你讲的 你真的是有个骨头 就是这样 他说 没有啦 我是来问一下 他说 我说你先生还算不错 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 除了他以前不懂 他写了很多的坏习惯 结果你要他改 大家沟通不良 就常常吵架 这一次他在这个地方 听了两天的课 他已经了解人生的真谛 来生了一个人 所有追求的东西 他清楚了 他是到了 他不要受到那些 九色才稷的东西 成为他们的奴才 成为他们的奴隶 他当下的气魄要改掉 你应该要帮他了吧 他说我今天听懂 我会帮他了吧 那个要坚持下去 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才能全部改掉 对不对 最少要六个月以上 最少六个月之一年 一定要坚持住 一般的人是改得掉 都是心灵改不掉 吸毒的人都是心改不掉 他遇到困境的时候 就想那件事 其实他已经改掉了 他已经改掉了 今天我在讲课 如果没有放这一台的 都是建立出来那些人 他也是听我讲课 但是我们只有一台 从后面照而已 不好意思照前面 他们来都很乖 那些更生保护都很乖 七八点上课 七点半 做得好好的 没有一个人感受到 地检主主派个女生 来给他们签名而已 就这样 乖乖乖很乖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曾经书气自有 对不对 你这次迟到 很简单 你到翁老师这边报到 你住那很累 你就到法院去报到 每天去报到 报到一段时间之后 再到警察局报到 你看你会不会迟到 你一分钟都不 你不但不会迟到 你会提早一个钟头到 你会提早一个钟头 因为怕半路塞车 怕半路怎样 半路怎样 我还是早点去比较安全 早点去比较安全 当他听课之后 他也是立了很大的信念 真的 他眼里丢掉 他也到处后 就帮忙剪菜 但是我就追踪 追踪 真的 只要遇到困境的时候 他认为那一件事情 才有帮忙帮忙他姐姐 都是心灵上 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那种 一定要靠着团体 互相提息 互相监 说监督不好听 就是互相关照 互相关照一下 但是他们每一个月 都要找我们报道 我们再问他 关系他的生活 关系他的生活一下 这是给你了解一下 所以 当下 苏隆坡大先看到 这个一臂打过枪 他就把这一首书 就拿回去了 拿回去了 过一阵子 他自认为他已经修炼得非常好了 他有渡江过去找佛云禅师 他说禅师 你看我现在修得怎么样 佛云禅师问他说 你修得很像佛 很像仙了 很像圣贤的 那苏隆坡就非常高兴 那佛云禅师看他的高兴得意之下 就问他说 那我学你 那我修得怎么样 那苏隆坡就问他说 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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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米田共 什么叫米田共 我没有说 这个当下 斯隆坡就吹哨主了 一路上都 佛云禅师赢我 这次被我赢了 结果他吹哨主回去 吹哨主回去 刚好遇到苏小妹 吃两个说 大哥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爽快 你就不知道 一路上就被禅师欺负我 今天我赢他了 他说 你什么赢他 他说 因为我最近修得不错 我去问他 你看我像什么 他问我说 我像佛了 已经像佛 像圣贤了这样 他问我说 他像什么 我看他说 你哦 你像米田共 结果 斯隆坡就问他说 大哥 你又失了 你知道吗 你就说 心中有佛 看到别人都是佛 心中是米田共的人 看到别人都是米田共 所以你就是米田共 所以 由这个故事可以来提醒我们 除了你认为家人不好 你认为周边的人不好 你认为哪个人 哪个事 哪个物不好 你一定要助我忏悔 助我检讨 知道吗 就是你看不过去而已 就是看不过去而已 刚好我现在看到书董 这几天的报纸登出来 有一家手机点的高级工程师 头脑是很好的 结果带了技术 全部转移 所以我们不一定是要用聪明的人 我们要用有党性的人 才能用的长脚 像那个是聪明的人 一下公司影响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聪明的人 有忠心思想是很重要的 团队观念很重要 所以说 当你对人事物 有看不过去 有感觉不好的时候的当下 你有助我检讨 就是你的心灵已经创伤了 就是你的羞辱已经不够了 是你自己走不过去 不是别人不好 别人不好 他没有变 那个博士的老婆有没有变 那个油差有没有变 没有 没有啊 都没有变 还有什么故事我忘记了 都没有变 就是一个起心动念转一下 整个命运全部改观 你看 每一个当下你懂得 去分享那个成果 那个就是幸福 每一个当下你的厌叹 那就是苦业 那就是苦业 所以说 一定要养成 心中 都是慈悲的 都是有爱心的 你是在花电机里 供应能量给别人的 只会这样你久而久之 自然你的 法相 就会慈眉善目 因为向谁 心变 向谁心生 向谁心在改变 你最近的想法 如果不好 除了你的相 再怎么去整容 也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如果最近的想法都非常好 到哪里去 都是好的 所以你看那个 你要去找奶妈 生小要去找奶妈 你要找那个个性比较好的 如果这个奶妈 会吃那个 樱朗 你的小孩子给他拜 你这个小孩子很快就会 咬这个中国口香糖 对不对 如果他出口三周经 你这个小孩子很快 就会讲英文 因为那个好像 那个黄菇 红膏 那个模子你知道吗 一印 一起来就起来 对不对 所以你找一个性情好的 很重要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奶妈是很重要的 不是会照顾就好了 因为他的 他的一举一动 这个小孩子都要印象 一直在印象 Copy 一印下去 拿起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有一个人 有个女孩子 他要回去看他的侄儿 我说你不要回去 我说我自己的侄儿 我自己弟弟生的侄子 我为什么当姑姑 我为什么不能回去看 我说你不要回去看 你是什么意思 怎么会这样 我不好意思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要回去 他这个都做梅头 他都这样 他都做梅头 常常做梅头 我说你不要这样 他说没办法还是做 结果 他后来回去 我说不用多久 他的侄儿一定会做梅头 那个姑姑回去一定会这样 来看姑姑笑 笑 看姑姑 看姑姑笑 笑 那个侄儿就要 很快 赶快剥开 不然等一下变成我的夹起来 是不是 可是真的 他那几个侄儿 都是做梅头 所以只要你抱小孩子 有那个做梅头 人家够 你又赶快爆开 知道吗 你看 那个印象有没有重要 重要啊 当家里有小孩 夫妻不要吵架 知道吗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一堂课讲到这里 最后祝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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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